哈嘍 大家好 我是阿斯 熊王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最後就是我的IGFB、Twitch、BBD還有Discord 好 在天氣解救成在臉 今天微信官方終於公告我們期待已久的 新的英靈 真硬 那個來自高野山上的藍人 我們的真硬大師 真硬大師終於要來了 東海周遊貞 來自窩國的周遊貞 這個慈祕中破魔心法 還有陰陽師的道行 那這個曾被大陰陽師所救 這個我忘記神魔之尊傳裡面 他是說我只知道他被 在一個寺廟然後被他的那個師父 就是重新教導 要不然以前真硬他說他自己 是一個算是一個小壞蛋 小壞蛋 用的法術呢就是偏陰陽術 好陰陽術 然後這邊天氣解所遊呢 他就說為了報恩 然後甘願任其拆遣 到頭來卻繞得 兔屎狗噴 鳥盡工程的下場 方向圖到他自尊最念深重 然後 哦哦是兩回事 大陰陽師所救 哦是他學習陰陽師的時候 這個我記得 這個啊 這個神魔之尊傳裡面的確是沒有講 那高野是 替度修行呢 這個在神魔之尊傳裡面有提到齁 好 然後師父 他的 後來的師父是 告訴他陰陽 陰陽術可以保留著齁 好 看起來真的是雷系的咒 這為什麼會是 還是雷系的 我也一直有期待是暗系的 或是光系的 護家之犬 真音是法號 他以前是名字叫真的陰陽師 一開始 一切的開始便是那個羽葉 哦這邊完全是 呃 手右邊了齁 老爺對平時的洛水犬 生出元首 從此他懷著一顆刺成的感恩之心 抹殺組長老爺大業的人 從未有過意識猶豫 老爺的意志變成他存在意義 他便是老爺中最鋒利的暗刃 感覺這是一個活動劇情齁 反正一直被作為是浪拔道的存在 被人叫做是 飼育門的狗也好 眼中沒有死之鷹屁的人也好 只要殺掉擋在面前的人就好 OK 事情發生的時候 老爺拆遣他去高野上清除一個二字本 他一路排除萬然 然後 站在二字本之前呢 身後老爺派的同伴 卻將盜論對存了他 知曉二字本存在的人 痕跡都必須抹出 他的忠誠對單位大人來說 本就是一文不止 萬年聚為了他解放了二字本 那個女人 爛他殺了他 從此他被邱羽無間殺 野部的解脫 波羅 波密 呃 對不起 波羅波羅 波羅 高野師方丈 早課前拉開大墊門 還以為看到阿修羅 男人 一走 站在香爐之前 雙手核實 身身做 做舉 弓狀 然後 倒是極為千層 這本不少見 男人這人身上的血腥味 龍烈卻像剛從血海洞爬上來 爬上來 爬上來 男人換阿針 想要拜祿佛門 方丈 不欲收他 他便默默點頭 之後方丈 綿綿打開墊門 便定會見讓他 在遠處打坐 見方丈出來 還要問上一句 仁波拜祿佛門 一年七日日如此 第七日早上 他又來問 方丈一拍大腿 你可是真心歸一 我殺了魯馬 卻從來不見死亡 你心中有魔 那可不是死亡 是魔 平真在錄佛門之前 神是釋法唯有的陰陽師 後來蒙師尊開恩收了門下 既傳平真 密宗破魔心法 又引平真保留陰陽道的道行 這就在生魔之尊傳裡面有提到 那他以前的故事 那單機版是沒有特別詳細介紹的 在手遊裡面呢 把它補充了這一段 那大家喜不喜歡這一段的劇情內容呢 那我們也期待一下 真印出來的時候呢 會不會有活動的劇情的部分呢 個人是希望有啦 好不好 那也希望下一禮 應該是這一禮 這一禮的那個技能的部分 希望可以讓大家滿意齁 好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B點 還有幾次喔 感謝各位 大家晚安 拜拜